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从7月28号起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祭典科宜 在疫情趋缓下 今年由黄信宗亲会主谱的中元季放水灯花车游行 将恢复往年的规模 重现封街徒步游行的盛况 基隆市长林悠昌也宣布总统蔡英文 将出席8月9号的主谱坛开灯放彩 为这一项基隆百年文化活动增添风采 在基隆市长林悠昌与黄信宗亲会主委黄丁峰等人 共同启动下 传承168年的基隆中元季 将从7月28号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祭典科宜 在疫情趋缓下 重头戏放水灯花车游行 也将重现睽毁两年的封街徒步游行盛况 我想睽毁两年 我们基隆中元季在今年 要来恢复这个采接的游行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我们还是依照防疫的指引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全程来佩戴口罩 那我们也已经规划好 然后今年的一个整个中元季 非常的一个精彩 所以也趁这个机会呢 邀请所有全国的民众 在这个中元季的期间 可以到基隆来一起参与 这一场文化的一个饗宴 今年祖谱信室黄信宗亲会也相当用心 包括海洋广场及市民广场 都设置有别于以往的装置艺术 我们是海洋城市 但外海 尤其是海洋广 海洋广场就是平了基隆港 所以我们设计一条 那一杯精鱼啊 那我的那个设计的名称叫做精彩一身 年年有余 精鱼精彩一身年年有余 那这个精鱼啊 这是完全是装置艺术 从7月1号开始 每天晚上的七点七点半八点八点半 一天四场四场的灯光秀 再次开放民众参与基隆中元季活动 主办单位也首度吸手知名干拌面品牌 推出限定联名商品 希望民众在中元季期间吃拌面保平安 祖谱黄信宗亲会与干拌面业者 更联手捐赠超过3000包平安拌面 给金融市社区关怀据点 食物银行及仁安基金会 实践中元季博爱普世的精神 今年取平安相伴的一个概念 就是跟拌面的第一品牌 真拌面合作 我们推出了中元普渡包 我们也结合了中兴会跟企业团体 我们会一起捐出3000包的平安的普渡包 希望让更多的弱势团体都能够 知道我们中元普渡这个 普爱济师的一个概念 近年来成为中元季亮点之一的 竹葡坛开灯放彩 今年将由基隆在地北馆 基隆聚乐社一组 与台北爱乐交响乐团等单位 以中西合并的创意方式 演绎中元季族群融合的议涵 刘昌更宣布小英总统 已经允诺将出席8月9号的 开灯放彩活动 我也特别邀请蔡英文总统 总统也答应在8月9号 我们竹谱开灯放彩的当天 总统会利领一起来参与 我们今年的基隆中元季 基隆市挖掘方面也将针对开刊门 开灯放彩及释放水灯头等 祭典活动提供线上直播服务 让无法亲自到场参与的民众 也能透过镜头感受现场热闹其分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导 近年来女性参政的比例逐渐增加 这一次民进党在基隆市议员选举中 共提名了13位议员参选人 除了平均年龄41岁外 为女性议员参选人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世英也指出 希望透过女力连线 带给基隆更多的进步动力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与党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合拍宣传照 展现年轻与活力 包括人爱去争取连任的民进党基隆市议会 党团总召郑文婷在内 民进党这一次在基隆一共提名了 五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蔡世英盛战这五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 在各个领域都非常专业 希望透过女力连线 让更多女性优秀人才进入基隆市议会 带给基隆更多的进步动力 今天是我们基隆有够样 女力的定装照的拍摄 那市议也非常高兴 跟我们几位优秀的女性候选人 今天一同来摄影棚这边来拍摄 那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一次 民进党提名的女性候选人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这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这一次 也是有史以来民进党推出 最年轻的议员候选人的团队 那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市民来讲 代表着我们基隆队的年轻 活力以及专业 我们各个所有的候选人 在他各自的领域里面 其实都非常的专业跟优秀 每一个人都可以让大家觉得 他是一个优秀专业的女性人士 所以我们推出了基隆有够样 我们的女力团队 这五位民进党女性议员参选人 在法律 体育 医疗社福 财经会计 及行政工作上都表现杰出 也期盼进入议会发挥专业 为市民提供服务 我是陈怡 我在信义区长期关心 妇幼 体育跟弱势这一块 那希望呢 今天我们介于有好多个姐妹 在不同的选区 能更关心我们的妇幼 因为现在我们的少子化的关系 那希望我们这些好姐妹们 都能当选 替这些妇幼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是中正区的参选人许瑞慈 我是一名营养师 未来希望透过医疗 跟公共卫生的专业背景 来为中正区提升长期照顾 跟富佑 还有公共托育等的资源 我是安乐区的参选人 我叫吴华佳 在蔡世英委员身边 当幕僚多年的经验 以及会计专业的背景 希望可以加入基隆市议会 改善我们基隆市的财政 并让我们的公共建设 跟民生议题 有更大的支持 我是七赌区市议员参选人 曾盈芳 那此次民进党推出的女性候选人 都有各自不同的专业 那也代表着在基隆 将会注入不一样的新女力 以及新活力 那一方身为七赌区的女性参选人 未来也会用一方在市政府的专业 来创造不一样的新七赌区 除了女性议员参选人数创记录 民进党提名的是三位议员参选人 平均年龄约41岁 也是历年来最年轻的一次 蔡世英棋盘与这一群优质的 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共同努力 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让基隆持续进步 不走回头路 基隆五够样 女力ing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际交流访问 首先受邀出席 美国立法领袖基金会的年度大会 谢国良表示 如果担任基隆市长 计划邀请美国各州的党编成员 到基隆进行交流 提升基隆的国际能见度 谢国良表示 非常荣幸成为本次大会 唯一受邀的国外友人 这次美国行 主要是受到美国立法领袖基金会执行长 Steven Laker的邀请 前往参加他们的年度大会 而谢国良也积极向执行长 争取来基隆设立办公室 期盼基金会透过基隆办公室 可以有更多与台湾交流和合作 而这次作为东道主的是 加州的众院前议长 也是谢国良的好朋友 目前为加州参院的党编Rober 而美国立法领袖基金会 就类似于台湾的全国县市议长 副议长领议会 整天上午呢 我们都跟美国各州的立法领袖在一起 所谓立法领袖就是每一州跟联邦一样 都有参院跟众院 那今天来的就是参院跟众院的多数党党编 那包括加州啦 纽约州啦 这些重要的州 还有刚刚同桌跟我一起吃早餐的 Roll Island 罗德岛的这些州的参院的立法领袖都来 那最主要是我的朋友呢 是他们整个基金会的执行长 就是Steve 我们刚刚也坐下来好好聊了一下 后面也谈到说 事实上未来我们期待利用台湾跟基隆 来做我们未来的一个合作平台 让更多的这些各州的立法领袖 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基隆来 然后一方面跟基隆的政界交流 一方面也是跟对于亚洲的民主国家 但是不一定是首都或者是联邦 而是各省或各城市的议会的多数党的领袖 大家可以一起用基隆作为一个平台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民主化 或者是城市及产业的交流 因为这些州的这些多数党领袖 背后其实也关心他们各州的一些产业的发展 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产业方面的企业领袖 也跟这个团队在一起大家共事 所以我觉得今天谈得相当不错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跟 我觉得他们的上课也是很有意义 就是他们自己也在谈谈这个领导的过程 跟作为一个议会领袖 常常会碰到的各项问题跟选民的问题 抉择的问题 还有党边吹票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讨论 谢国良强调 从2014年以立法委员身份 获颁艾森豪奖金时 就跟他们维持友谊到现在 而这一次的基金会在洛杉矶举行 引渡大会 谢国良除了以台湾前立法院 多数党党变身份参与之外 也希望能够借此替基隆争取更多 与美国各州间的交流机会 另外也有一定的程度默契完成一些协议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道 响应2022世界肝炎日 微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和财团法人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在7月24号联合举办 今年超冷煤全民免费 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 才网络预约 100个名额开放 不到两个小时就全数而满 参加今年超冷煤 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民众 认为趁着做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机会 了解有没有肝脏方面的问题 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肝脏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疾病 所以检查可以提早发现 可以提早自己预防胜尽 响应2022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和财团法人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联合举办今年超了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 才网络预约 100个名额开放不到两个小时 就全数而满 可见民众对于自己肝脏健康的重视 那当然肝病是在过去 我们十大使命里面 其实是非常多台区前面几名的疾病 特别在肝硬化肝癌 整个变化的里面 中间需要很多的一些检查 特别是在超音波 特别是在一些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起参与 这个好心肝人基金会 这样就可以所有民众做筛检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 肝癌是一个所谓的沉默的癌症 那有时候发现呢 都已经是默契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 符合条件的 可以在这个部分有疑虑的 包括你有过去长期的V型肝炎 或甚至就是肝硬化的这个疾病 都欢迎来我们基隆医院 一起做这个好心肝 这个超音波的检查 我也希望再次把这个所谓的肝病 肝癌 从我们国家所谓的国齿病里面 都能够抹去 祝福大家 所以我们基隆医院 大家都健康平安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进一步表示 肝脏是沉默寡言的器官 在人体负责解毒消化以及代谢 肝脏一旦出现状况 即使民众可能只是觉得疲倦无力 往往已经发生严重的问题 因此提醒民众尽量保持正常作息 不熬夜 多摄取新鲜蔬果 避免暴饮暴食和烟酒 维持适度的运动习惯 就能够保持健康 保护好心肝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络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 指引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在台湾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鸣与智慧 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 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原季黄姓竹谱隆重登场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由金融市议员王醒之负责的 左下角工作室 近年来推动防碟换工的活动 也就是由工作室 协助长辈 师做扶手等防止跌倒的工作 再请长辈引荐 有没有什么工可以来替换回馈 结果就引出了交唱 及四川泡菜的民间高手 现役服务 也让爱在社区中循环 叶奶奶教导失智长辈 以及家属们学习制作 特殊不常见的四川泡菜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仔细学习 由基隆市议员王醒之负责的 左下角工作室 近年来推动防碟换工活动 也就是俗称的老人换工 由工作室协助长辈老人家 师做扶手等防止跌倒的工作 再请长辈们 引荐有没有什么工 可以来替换回馈 结果就引出包括 可以教导老歌演唱 以及做四川泡菜等民间长辈高手 现役服务其他老人家或是民众 我们左下的工作是在社区里面 其实推动这个防碟换工 其实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那防碟换工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念 其实就是让 它某种程度其实就是让爱 可以在社区里面 不断地循环跟互动下去 所以非常简单 可是做起来不太容易 我们怎么换到树贞姐的工 你知道吗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我们先在暖暖老街 有一户 他们老人家需要安装扶手 然后我们就进场去装 装完了之后 我们就问老人家说 那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工可以换出来 结果你知道我们换到什么工吗 我们换到他们家有一个工是 专业的歌唱老师 我们就请这个专业的歌唱老师 开了一个班 然后来教大家唱老歌 好不好玩 好 很好玩 那结果叶树贞就是我们来上 这个唱老歌班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个班完了之后 我们再问叶树贞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工可以换给我们呢 他就说他会做四川泡菜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换出来了 他其实还会再做别的 我们今天如果做完四川泡菜 大家觉得很好吃 下次我们教他 叫请他教我们做豆瓣鱼好不好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利用防碟换工活动 邀请会制作四川泡菜的叶奶奶 这位长辈专家前来授课 教导大家学做四川泡菜 不但让高手在民间的各项记忆可以继续传承 也让爱在社区中可以持续循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外海出现了废弃科棚 有潜水客就在棚下发现了两只海龟被缠住了 展开紧急救援 另外还有游艇业者在打捞垃圾时发现了一只海龟 受困在渔网中立即与海巡署合力救援 让海龟顺利回到大海 海巡人员与游艇船员合力将废弃的渔网拉上岸 仔细看杂乱的渔网中 有一只海龟不断的挣扎中 大伙小心翼翼解开残绕的渔网 小海龟终于解脱 可以回去 可以啊 地点就在基隆雨附近的海域 最近出现了许多垃圾 包括废弃的渔网 以及从中南部飘来的磕棚 造成了生态危机 有游艇业者在出海期间 意外发现受困的海龟 立即展开救援 那当天因为我们就像现在的 在航行的过程中有空挡 那我们就跟明龙二号的船长约好 就是说因为最近基隆外海来了很多磕棚 那有很多漂流垃圾 上面有很多网具 那我们就在那空挡去清除的时候 就发现怎么会有黑影 黑影会动 然后我们开船靠过去看 是一只海龟 那看起来像戴帽 那我们就立刻进到基隆雨 找那个暗巡第二种对基隆雨的安全所 然后找弟兄一起出来 因为那个网具蛮大的 那我们就一起出海把网具 清上来的时候 并且清除上网 那个海龟上面的网具 那看起来是健康的 那于是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影片 上传给基隆市政府的那个长官 那长官看了之后我们外伤 那我们就当场再度出海 再把海龟野帮 无独有偶 一名潜水客在基隆外海 也发现了两只海龟 受困在磕棚下 立即拿出了刀子进行救援 其中一只有受伤 将它送到安检站治疗 它那个磕棚 是因为已经断飞气了 已经肢体破碎了 所以它在遇到洋流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海面垃圾 什么会纠缠在一起 然后甚至连鱼网都会在里面 那如果海龟上来 可能在觅食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会去卡到网 那那天我们遇到的就是 刚好有两只小海龟 它就卡到了科普底下的正气渔网 那刚好它头是可以浮出水面 所以它是可以呼吸的 它并没有造成失望 只不过说有一只 我们把它解开来之后 它是健康的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回归大海 另外一只是因为 我们看它左末角那边已经断了 而且溃烂了 我们想要这样直接放声可能不太好 可是先送回 送回来看是海龟馆那边可以协助 还是海洋大学这边可以协助把他治疗 科普不是最主要的动作 主要是那些刘世王 因为海龟会被缠住都是因为刘世王的关系 他们没有办法脱困 那刚好因为前一阵子下大雨 所以那个南部的科普整个流到北部来 要当然希望都是要经过台风面之后 科普才有可能会被打算打上海 对啊当然就是变成种种原因啊 你科普的关系再加上一些 被弃的巨网垃圾 全部他们会聚集在一起 海面上漂浮大批的海洋垃圾 对于海龟等生物来说 都是很大的威胁 人类应该重视海洋垃圾问题 才能让海洋生物平安长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有民众在路上捡到鹿龟 送往基隆动保所 经过一查发现 这一只豹纹鹿龟身价不凡 估计要十万元 由于这只鹿龟相当可爱 来到动保所反而变成了宠物明星 还有民众捡到苏卡达象龟 动保所不认为是气氧潮 应该只是走失而已 一步两步三步 路龟走起来相当矫健 看到摄影镜头相当好奇 拍摄摄影机对摄影机也很好奇 漂亮的花纹龟壳 身性相当温和 有民众日前发现他在逛大街 赶紧送到动保所 民众在路上捡到的 那我们怀疑他可能是就是自行脱逃 或是民众有气氧的状况我们不清楚 那就是他进我们所之后 我们就是用 因为他的爆纹路龟 他们路龟类的就是主食是蔬菜 那就是喂食蔬菜 跟就是路龟专用的饲料 这样子 经过受益师检查 发现这只爆纹龟精神不错 食欲也相当好 身长40公分 重约2公斤 推测年龄至少有20到25岁 市价超过10万元 那其实这种路龟 他们就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去饲养它 然后跟就是阳光的照射 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 所以呢 在路龟的饲养上 其实是有一点门槛在 那就是希望民众说 如果有饲养路龟的话 那就是做好这个动物的管制 就是不要随便弃养 或是让它有逃逸的一个行为 爆纹路龟 原产自非洲大陆 龟壳上有不规则的纹路 斑点和花爆相似 不过之前才有人捡到卡达象龟 难道是出现了弃养槽 东宝所认为应该只是刚好撬家 它的同等其实都蛮喜欢动物的啦 那这只跟来来去去的那个动物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一点 它放出来也会到处这样悠闲的逛逛 其实这对我们本来其实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希望各公家机关 或者是一起公伤 其实也可以鼓励员工带一些宠物过来 一起散办 其实也是蛮疗愈的 把动保所办公室就当自己的家 开心的爬了起来 操蒙动作征服不少人 动保所也提醒 入归饲养环境有一定的要求 民众在饲养前一定要想清楚 记者黄绍鸣基隆报道 基隆俱乐社在基隆海洋广场 以北馆形式精彩演出 北馆音乐无论在中元祭 庙会祭典民俗活动都是重要的元素 在2019年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 西秦盛典基隆俱乐社一组 祝寿排场 今晚在基隆海洋广场登场 除有北馆精彩演出 北馆音乐无论在中元祭 庙会祭典民俗活动 长民生活都是重要元素 百年传承不错 更是珍贵文化资产 更在2019年列为无形文化资产 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也是我们基隆在地文化传承 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我们一百空半年的时候 我们俱乐社一色被登记为是 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所以这代表到我们市政府 希望透过这个文化的这个保存 把这样子的一个基隆传统的文化 能够代代的相传 齐勉大家把城市文化灵魂代代相传 公民记者蔡彦成 基隆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百年中原代代相传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援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继摄影比赛活动在今年已经卖录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